嗨,你终于来了,谢谢你听到我,这里是有温度的诚意电台,如果你有太多的心事,无处安放,大把的烦恼,无处宣泄,欢迎到我的同名微信公众号,诚意,这里有千万有趣的灵魂,再先陪你聊一场不失眠的天。 从前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,那时候的爱情诚恳又执着,一旦爱上了,就是一辈子,因为懂得爱情的可贵,所以才要好好珍惜,认定即是一生,牵手便是一世,而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恋爱的门槛变得很低, 隔着屏幕说着各种情话,口口声声说,会一直喜欢你,陪伴你的那个人,最后却把你弄丢了,先说喜欢的人是他,先放手的人也是他,当初对你的喜欢太廉价,稍微一点点的考验,都变成离开的借口, 毕竟这是个说话不需要成本,打字也不用负责的年代。 微信一删,一切联系就断了,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人,在朋友圈看到你的照片,就说很喜欢你,追你几天见你无动于衷,就想放弃。 临走前不忘带一句,你们女孩真是越来越难追了,一个比一个高冷,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,明明你都不了解我不熟悉我的生活,更不知道我的喜好。 你也没让我真正去了解你,也不清楚我们的性格是否合适,就敢轻易说喜欢,这样的喜欢真是太廉价了,我宁愿不要。 朋友惠惠就是这样的,她长得漂亮,是那种站在人群中很突出,一眼就能够看到的女孩。 从大学到毕业参加工作,追她的男生有很多,可现在还是单身。 有一次同学聚餐,我也忍不住问她,这么好的条件,为何总是一个人单着? 她很无奈地笑了笑,她说,其实也遇到一些看起来不错的,对她表示有好感,主动找她聊天的人也不少, 但基本上都是每天重复早安晚安,中午按时吃饭,晚上早点睡, 然后就再也没有辅助过其他的实际行动了。 一点也感觉不到她们的真心,每天微信上一番嘘寒问暖,就觉得自己付出了所有。 你不喜欢我,但是你不识抬举,转高了。 被拒绝后立马删掉微信,换一个新目标,继续尬聊和试探。 只是拿着手机每天输入几个字,都没有认真熟悉和真正去了解一个人,就迫不及待想让对方喜欢你。 一点真正的感情都舍不得付出,我二零红包不舍得发,节日礼物都不花心思送。 通过好友验证,微信上简单聊了几句,明明什么都没有为我做过,就好意思说喜欢我。 对不起,这样的喜欢我真的承受不起,你另寻他家吧。 一个人如果真的喜欢你,肯定会花时间了解你,而不是急不可耐的,想要马上得到你。 作家廖一美在柔软中写过一段话,每个人都很孤独,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,遇到性,都不稀罕。 稀罕的是遇到了解,渴望被了解,是每个人寻求被认同的正常心理诉求。 你能耐心地了解我,给予别人不能给的温暖,让我踏实又安心。 喜欢你在身旁的陪伴,能感觉到你的真心和实意,比起隔着屏幕,不费力气说喜欢。 我更愿意相信你能在现实中为我真正做了些什么。 毕竟一个人爱你,会用行动证明,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嘴上。 就像一百零一次求婚中的一句台词,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爱情,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真心去努力付出。 可能现在的人又太懒了,懒得受着冷嘲热讽去等待爱情,懒得去付出时间和精力,去认真谈一场溪水长流的爱。 只幻想不用努力,就能轻而易举,得到想要的。 现在的爱情真的太脆弱,你长得好看,就说喜欢你,稍微拒绝,就说你不懂珍惜。 就算在一起后也可能因为吵一次架,就轻易说放弃。 这样的爱情就像一阵风来得快,去得也快,删掉微信,就各自消失在人海,像彼此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,所以停留在微信层面的恋爱,后面不要。 要谈就在现实中大大方方,认认真真,奋不顾身,且无路可退。 谁不想遇见一个能够置我冷暖,动我悲欢,吵架会服软,伤心会给我一个温暖拥抱的人。 有句话说得好,想拥有,就别怕付出。 所以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,就要认真负责。 不只是停留在微信上聊几句,而是大胆地在行动中表明心意。 因为现实中的喜欢,才最真实,最可贵。 故事在每天发生,刻进岁月的年痕,一圈圈回忆拉扯着我们。 生活它可不可能,永远爱情的口门,遇见你我一直忙着映着。 一个人爱一个人,当相处变成客奔,谁愿意为谁多退让一尊。 原谅我一直提问,那些有关于永恒,当我看到原来你也当真。 我想你是我最好的另一半,世界如何运转,你是唯一答案。 体会我的快乐,安慰我的不安,将每一个大困难,都保证了小简单。 真正! 词ko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保证了小剑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